美國媒體重磅曝光 美國機密稅收數據來源 揭露了哪些超級富豪 幾乎沒有交納所得稅 美國政府已經開始調查這些機密數據的來源 6月9日 白宮官員表示 拜登已經撤銷川普對TikTok還有微信的禁令 取而代之 拜登發布了新的行政命令 只是商務部重新評估並封禁可能構成國家安全風險的中國應用程序 美國珍珠港軍事基地在6月8日被封鎖 軍事基地的數千人員就近避難 官員們說 他們收到威脅電話 稱艦艇上有炸彈 6月9日 拜登和參議院共和黨談判小組領導人皮卡托 對基礎設施法案進行了談判 但在僅僅5分鐘的通話後 談判就宣告失敗 麥康奈爾宣布 兩黨合作的時代已經落幕 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關注希望之聲TV 我是小蘭 今天是6月9日 接下來帶您關注一組最新消息 美國媒體Pro Public重磅曝光 美國機密稅收數據來源 這個媒體援引國稅及稅務機構的資料 揭露了哪些美國超級富豪 幾乎沒有繳納所得稅 美國財政部已經要求執法部門 找手調查機密數據的來源 Pro Public表示獲取了數千名美國富豪 過去超過15年的稅單資料 從2014年到2018年這5年期間 美國25名頂級富豪財富總額增加了4,010億美元 但這些人總共只繳納了136億美元的聯邦所得稅 實際稅率只有3.4% 報導中披露 亞馬遜創始人 全球首富貝索斯 5年間財富增長了990億美元 但他只繳納了9.73億美元的聯邦所得稅 真實稅率低於1% 而貝索斯在2007年和2011年沒有繳納任何所得稅 還有特斯拉首席執行官馬斯克 2018年也完全沒有交稅 此外金融大鱷索羅斯 華爾街狼王艾康也都曾有過 2、3年沒有繳納所得稅的記錄 而另一位富豪巴菲特 在2014年到2018年間 財富增長為243億美元 卻只繳納了2,370萬美元的所得稅 真實稅率僅為0.1% ProPublic表示 2018年25位富豪企業合計市值總共1.1兆美元 等同於美國1,430萬普通階層薪資總和 而同年25位富豪繳納所得稅為19億美元 而普通階層總共需要繳納所得稅1,430億美元 報導指出 與工薪階層不同 億萬富豪通常有普通人無法得到的避稅政策 他們的財富通常主要基於股票和房地產的增值 除非這些資產被出售 否則不需要拿稅 ProPublic聲稱 這些數據凸顯了美國稅制的不公平 他們將這些數據列為機密 並透露接下來會在幾個月內將陸續公告更多資料細節 包括富豪如何避稅 利用灰色地帶避免稽 拜登政府前不久宣布要提高富人稅收率以及企業稅率 增加稅收將用於支持基礎建設的計劃 民主黨參議員懷登稱將制定提案 每年對美國富人的投資收益徵稅 而不是投資出售時才徵稅 目前泄露事件已經引起美國政府的關注 白宮新聞秘書普薩基在6月8日表示 未經授權揭露政府機密資訊都是非法行為 財政部發言人表示 案件已經交由聯邦調查局FBI 聯邦檢察官 和兩個財政部內部監管機構調查 美國國稅局局長也證實目前正在調查當中 普薩基也表示 美國政府清楚知道自己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進行 目的在確保收入最高的企業和個人 應該支出更多的稅 達到公平原則 6月9日 白宮官員表示 拜登簽署了一項行政令 已經撤銷了川普時期頒布的 針對中國社交軟件TikTok和微信的禁令 但是拜登簽署了一項新的行政命令 只是商務部基於證據的方式 對涉及由中國製造 供應 還有控制的應用程序進行分析 評估並且封禁可能構成國家安全危險的應用程序 白宮的聲明說 從本命令發布之日起180天 商務部長在與國務卿 國防部長 司法部長 國土安全部長 管理 還有預算辦公室主任 以及商務部長認為合適的其他機構負責人協商以後 應該向總統助理 還有國家安全顧問提供一份報告 建議採取更多的行政和立法行動 來應對外國對手製造或提供的 互聯網軟件應用程序所帶來的風險 官員們特別關注那些收集用戶個人數據 或者與中共軍事或情報活動有聯繫的應用程序 但新的行政命令並沒有特別表明 針對字節跳動或微信 白宮官員稱 商務部同時會就如何進一步保護 美國人的基因和個人醫療資訊提供建議 並會處理與中國或其他對手有關的應用程序風險 這個舉動也反映了白宮擔憂美國人的個人數據 可能會洩漏給中國相應的應用程序問題 在去年8月 川普總統以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 簽署了對TikTok和微信這兩家企業的禁令 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 早前打算把抖音海外版出售給美國甲骨文和沃爾瑪公司 據悉 新的命令將不會影響到這項交易 目前 交易正交由另一項獨立安全審查處理 據《紐約郵報》在6月9日的報導 據有關部門和媒體報導 由於存在潛在的安全威脅 美國珍珠港軍事基地在6月8日被封鎖 這個軍事基地的數千人員就近避難 除此之外 基地內 亞利桑那號航空母艦紀念館的參觀活動也已經暫停 密蘇里號紀念館還有珍珠港航空母艦博物館的遊客 在當時則被命令在原地躲避 這個巨大的聯合基地是美國西克哈姆空軍基地 和美國海軍珍珠港基地的所在地 據報導說 封鎖基地跟一艘海軍艦艇上可能有炸彈有關 規員們說 他們收到了兩個打來的威脅電話 聲稱在船廠的勞倫斯號驅逐艦上有一個爆炸裝置 調查仍在進行當中 另據最新的報導 聯合基地在當地時間6月9日下午1點45分左右 發布了一份新聞稿 新聞稿中說 經過調查沒有發現炸彈 一切正常 不存在危險情況 據悉 珍珠港的亞利桑那號紀念館和其他博物館的旅遊也已經恢復正常 6月8日 拜登和參議院共和黨人6人談判小組的領導人皮卡托 對基礎設施法案進行了談判 但是在僅僅5分鐘的通話後 談判就宣告失敗 拜登中斷了會議 據消息 雙方沒有能就拜登提出的基礎設施投資的規模 以及如何支付這些投資達成共識 此前 拜登將他提出的2.3萬億基礎建設投資計劃 削減為1.7萬億美元 但是共和黨人提出了一個不到1萬億美元的計劃 其中新增部分開支僅有3,300億美元 而大部分資金要從還沒有發放的新冠救援計劃中撥款 拜登拒絕了共和黨人的提議 轉而向一個跨黨派小組尋求幫助 這個小組在6月8日的晚上已經開始就一些新的項目提案進行談判了 談判破裂以後 美國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 在國會大廈對記者說 今天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通過6項法案 這些都是兩黨共同通過的重要法案 但是我認為這些法案即將踩下急刹車 他宣布兩黨合作時代已經落幕 民主黨領袖扎克舒默也表示 談判似乎撞上了一堵牆 民主黨一些自由派人士已經開始擔心 談判如果拖得太久 可能會導致出台一個 比拜登政府提出規模更小的一攬子計劃 據CNBC的報導說 民主黨人意識到 在明年的國會選舉當中 他們可能會失去在國會參眾兩院中的微弱多數 這就使拜登的議程現在變得越加越緊迫 好 感謝您關注今天的希望之聲北美新聞 我是小蘭 節目是由小樓製作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別忘了點讚留言來支持我們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